《新年代表演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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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潘伟佛有學我講廣東話 對啊 《新年代表演》 《新年代表演》 我沒有辦法去完成 從很愛唱歌 那時候都是一個興趣性 家人的性格 《怨言》 《泰國》 《最所需要的》 我是陳小冬 其實歌詞真的是我的 我覺得算是一個 無論有多少人都好 我很肯定我最少有一個粉絲 拍電腦上網 《新年代表演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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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啦 你贏我负责 谢谢你 因为你把答案讲出来了 你赢 我输 说我一定以后啊 很有魂 很有胡静 我有今天骄傲的 我也是 蹦出来了 哈哈 新年纪是卖父见面哦 种子没有人知道哦 多数是卖给俗课啦 我们要执念 和虔诚的信仰 又彼此协调出 多样的 人生滋味 他好像接近我咯 然后 我就好像 崩溃这样子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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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时候我妈妈 还是教导得我不错 现在我 想办法去教导我孩子的时候 不胜吃饭了 不情节快乐 不胜吃饭了 哇 真的好逮大吗 国运大吗 要去给创国运 OMG 我再接受不了咯 我可不敢在客室里打飞机 我们的父母 从来没有教会我们这些床上那回事 可能更刺激 因为都在偷偷摸摸地做 比如说他自己完全不会讲客家话 突然讲个客家话的 给创约装过吗 是这样问的 情歌王子光良 他在2008年庆功宴上 在The One演唱会上完美放松 诶 诶 脱上也没什么看头吗 哈哈哈哈 在家居装修过程当中 季潮牌H&M终于来到马来西亚 首家大马H&M引进超夯服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